大家好 我是Fanny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 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到M11這個papers 可以多拿幾分呢 這裡我想到三個方法 首先第一 第一就是 你將你很困難 經常都卡住那些standard 用自己的方法 拿一些remark 或者寫一些own notes 因為 當你寫回自己的wordings 你會比較理解 將你不懂的東西都變了識 有時候考試就是 就算拿著materials進去 你根本都不明白 你怎樣回答題目呢 你連最基本的standard 那一部分都不懂 你怎樣回答呢 所以 你要 離定 會不會有些位置你真的不懂 要用你自己的wordings 令你了解你拿進去的materials 或者這樣說 令你溫習的時候 熟讀你自己的materials 第二 增加讀書的時間 study times 那這一部分 每個人都會問我 喂 是人都知道的 讀多一點當然會好一點 問題我就是沒有時間 是不是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其實 我們香港人 是很忙 但也有些 可以 有些位 可以放出來 溫習的 例如 我們坐車的時候 很喜歡按電話 是不是 很多時候 譬如 在公司 吃lunch 我在公司吃的 吃完之後 可能你也是在做 玩電腦 其實 只要你將一些 玩手機 上網時間 玩instagram 所有這些時間 減散些 用了這些時間 最簡單的就是 坐車 你將你的materials download 將你寫的東西 console 變成你自己的summaries 在這些時間 你就可以看一下 看多一點 你自然會 合格的機會高一點 起碼at least 別人沒有做的事情 你做 別人放十個小時 你放十五個小時 相信你的分 無論如何都會 多拿幾分 很多時候 我們就是欠少少的分數 我懂的 不過我不夠時間 只要我們可以 改善到這件事 其實 要一期合格 不是那麼難的 或者這麼說 要多拿幾分 都不是那麼難的 可能就是欠那幾分 最後 在你答問題之前 你應該總織一下你的答案 很多時候我們不夠時間 又或者第一條已經overrun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組織 冷靜一點 首先我們想一下 那條題目 問些什麼 如果有看過我之前的 PowerPoint 其實我之前都有提過 所謂的ICAC 這四個字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 看一條題目的時候 要identify key issues 要看幾條standard 要console 究竟現在這條題目 在說哪幾個standard 跟著要application 要做case applications 最後是 寫一個conclusions 當然 這個是有需要的時候 你可以寫一個conclusions 你記不記得這些步驟 答這些問題的時候 還有 在你答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一連串寫一堆東西 並不是的 你要個 改捲的人 那個marker 都改得舒服才行 他很難找到你的答案 怎麼給分你 所以 要簡單 在我們答問題的時候 盡量都用一些key words 令到他一看到 就覺得你是懂的 當然 這些都是在上課的時候 去到revision course 我也會告訴大家 如何回答先為之最好 以上這三個方法 都可以提高合格 提高你的分數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